这次奥运会在一群年轻的面孔中 一位已经年过40的妈妈运动员 邱索维金娜是格外的引人关注 记者从奥运会官方网站上了解到 邱索维金娜将会代表乌兹别克斯坦 来参加里约奥运会 也是这位伟大母亲的第七次奥运之旅 在里约2016奥运会的官方网站上 发布了已符合参赛资格的队伍 及杰出运动员 名将邱索维金娜赫然其中 这位年于40的奥运老将将再次打破 由他个人保持的体操界参赛年龄最大 参赛次数最多的记录 第七次征战奥运 邱索维金娜乌兹别克斯坦人 在17岁获得奥运会冠军后 又接连获得两枚体操世锦赛奖牌 达到了运动生涯的高峰功成名就之后 邱索维金娜本应进入退役结婚生子 从此幸福生活的状态 然而2002年 儿子阿料莎两岁体检时 发现患有先天性白血病 这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他们卖掉所有可以卖的东西 筹到所有能筹的钱 但仍无法支付高达12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我想我必须重新回到赛场上了 为了阿料莎我必须挣钱 这时德国体操界伸出了援手 一方面筹集了一部分钱支持阿料莎昂贵的医疗费 一方面为邱索维金娜提供了恢复训练的一切条件 为了儿子也为了回报这些友善的朋友 邱索维金娜决定加入德国体操队 而体操原本就是年轻人占优势的项目 当时超过25岁的邱索维金娜 已经过了黄金年龙 每次增加新的难度动作时 对于身体韧性和体能都已经下降的她来说 都更像是一种折磨 当然很难 但是我不会放弃 因为我有阿料莎 看到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对于邱索维金娜而言 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就意味着3000欧元的奖金 她说儿子就是我全部生命 只要她还在生病 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为了儿子身高1.53米 体重44公斤的邱索维金娜 引爆了自己所有的能量 她不敢病 不敢伤 不敢退 她复出后的这十几年成绩斐然 2002年复出后 她就获得了欧锦赛跳马冠军 2003年获得世锦赛跳马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她代表德国参加 以邱索维金娜跳 获得跳马银牌 还进入了全能的决赛 2011年世锦赛获跳马亚军 令人欣慰的是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儿子已经康复并回到学校 家庭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如今的邱索维金娜 不需要再背负着为儿子治病的重担 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她说 现在我是为自己而练习体操 我就像是遇到水的鱼 七岁开始练体操 16岁时代表独联体 夺得世锦赛女团和自由操金牌 跳马银牌 17岁首次参加巴西罗那奥运会 及该得女子团体金牌 六次参加世锦赛 获七枚奖牌 三次参加亚运会 六次参加奥运会 运动生涯中获得上百枚奖牌 今年六月份刚刚过了41岁生日 还要继续第七次奥运之旅 那么这对于一位体操运动员来说 就是一个奇迹了 这就是秋索维金 从体操神童到不老传说 他用25年的坚守 诠释了一位运动员对赛场的拼搏 和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永不放弃 而当全世界都为他的隐忍坚强感动时 他却依然能云淡风轻地说一句 我觉得普通母亲都会这么做 我对体操的爱依旧 我无法形容我的快乐 我每天都从中得到快乐 我觉得我还是18岁